全球最大的太空卫星年度大展 下个礼拜即将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来展开 这次全世界太空卫星大厂 包括了SpaceX Amazon等等都会来参展 都会推出低轨卫星最新的一个研发成果 所以到底接下来哪些亮点重要是 这些亮点能够应用在我们想象当中 哪一些的产品进而得到国际大厂的订单 明哲我们请您上台来 下个礼拜亮点有哪些 对那那个我们先谈一下 就是Satellite这个是卫星的这个年度的大盛会 那这一次是3月13号到3月16号 在华盛顿特区去召开 那去年呢是吸引了120国 然后大概有12,500人去做参展 这规模很大 对有300家的一个厂商 那今年预期其实会持续做成长 因为事实上大家如果有去研究过 那个这种所谓的一个太空产业的话 大概除了COVID-19那一年是呈现下滑之外 其实其实每年都是呈现了一个成长的态势 那我特别去他们的官网看了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大厂有去做参与 可能会有一些漏掉 因为他都写英文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稍微这个 做一点重点的一个整理 这一次如果说以这种所谓 航天器的一个制造的话 这些公司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波音空中巴士 那洛克希德马丁呢 他最主要是做那个战斗机的 F-14 F-18 这个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包括像是卫星服务 卫星服务就是你现在可以透过这种所谓卫星 然后比如说那种偏星电话 那或者是像这种GPS 类似的一个功能 那这一次参展的包括了像是欧洲的卫星大厂 Utelsat 然后包括亚马逊 那包括像是英国的OneWeb 然后以及加拿大Telcell 这个都是卫星服务的一个厂商 那这一次如果说以卫星发射 这是你的那个卫星要送到太空 当然他有一些这个厂商会去做参与 包括了蓝色起源 包括了联合发射联盟 然后以及这个Specs S 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关键是台湾的厂商 台湾厂商 这一次我稍微查了一下 因为都是英文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漏掉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包括了台达电 然后声达科 然后以及雷洋科技 这一次是会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展 我们台达电声达科跟雷洋科技 OK 这是这次会参与的大厂 亮点有哪些 对那当然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就是卫星跟所谓行动通讯的一个结合 但这个前提都还是在于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一个卫星 有射到太空上面去 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那种 简单讲就是 那个他们的那个FCC会去核定 就是说到底你有没有一个计划 就是当它失效之后 它不会它可以脱离轨道 不要留在轨道上面 到时候会发生一些碰撞什么之类的 但无论如何 当然还是先决条件 当然还是卫星必须要先做发射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了四个 这个是什么名字 Starlink就是星电计划 对那它最主要当然就是SpaceX的 这个所谓低轨卫星的一个计划 那以目前它这个申请核准的那个发射 这个低轨卫星的数量是四万一千九百一十四颗 那已经发射大概接近四千颗左右 所以现阶段其实Starlink或者说这个 这个星电计划 它其实已经进入所谓的一个商转的模式里面 那只是说现阶段价格可能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那当然目前的一个进度是最快的 那Project Cooper呢 这个是亚马逊 他们所推的低轨卫星的一个计划 那他们核准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主管机关核准 他们发射的一个低轨卫星的数量是三千两百三十六颗 不过目前为止是没有发射过 但预计今年的下半年 应该是会开始发射第一颗的一个卫星 那出资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亚马逊的贝卓斯 那另外在OneWeb呢 OneWeb它其实原本这个就比较曲折一点 然后就是有经过破采 然后有这个新的那个这种所谓的赞助商加入 那OneWeb它现在是应该说我们刚刚谈到那个 Utoset这家公司 它目前是阿大股东 那目前它核准发射的一个卫星数量是六百四十八颗 目前已经发射了四百六十二颗 那出资者就是我们刚刚讲它的Utoset 那另外就是LiteSpeed 这个是加拿大的我们刚刚讲 Telset这家公司 他们的低轨卫星的计划 那核准发射是一百八十八颗 那目前是发射一颗那它的一个出资者是加拿大公部门 一个低轨卫星跟十年的这个来做比较 就2020年来做比较的话 是成长百分之四百五十 然后会带动十二兆台币的一个产品 我问 这边已经核准发射三千多颗 一颗都没有发出去 已经核准了一百八十八颗 只有一颗 这中间到底它的状态在哪里 基本上当然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你要申请发射卫星 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这个计划 就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因为卫星大概六七年它就会失效 所以如果你停留在轨道上面 你可能会对于这个太空战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计划 就是你怎么样去脱离 那另外资金够不够 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讲 像OneWeb它其实就经历了多个股东的那个注资 所以资金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你要找谁去做发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当然如果说以发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Starlink目前是做得最好的 它是用这个SpaceX的列印九号去做发射 那我记得OneWeb它其实有透过这个印度的航太中心 然后另外他们也会去找这个SpaceX去做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你有这种所谓的发射的一个技术 当然还会有在这种所谓的卫星的一个部件上面 你会领先在其他的一个业者见面 OK好那如果在接下来成长幅度是450% 但是核准发射距离已经发射 这中间恐怕时间也拖很长 概念股会怎么发酵 基本上我是觉得到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你看SpaceX也发4000多颗 加大概4000颗 那接下来会有九成就陆陆续续照那个进度去做这个发射 那事实上即便我们刚刚所谈到发射比较少 应该也会在2025年2022年 2026年开始大量的发射 所以我是觉得说对于工业来讲 其实股价应该是会有优先反应的机会 OK那下个礼拜的展对于这些相关概念股的 亏升力道会有多强 我觉得因为有题材 所以当然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个概念股来讲 他会有一个想象的一个商机 所以是应该会有一个推升的一个机会 那事实上不要说等到下礼拜 今天其实就已经有股价先表现 对你看圣达科他做的是卫星通信元件 你看他前瞻期只赚3.59 但是股价今天是攻到掌停板的一个位置 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是沿着五日线持续往上去做走高 所以基本上这种所谓强势个股 第一个他沿着五日线往上走 第二个他其实是一个大底 对对 他的底部其实已经打出来 当然我觉得不用回到景线那么远 因为这个如果再回来景线 相信大家同志朋友也不敢买 所以短线上面 大家其实可以这个沿着五日线来做操作 那五日线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多棒的科技 所以拉回 然后五日线没有跌破的话 可以进场去期待往上的空间 没有错 OK 一百八十四点五块钱距离 今天大概还有十块钱的价差 有没有机会过呢 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明天开高 事实上就有机会来做挑战 但是这种通常都有隔日冲 我们就看一下开高过程当中 隔日冲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之前告诉过大家 都是通常在大概九点十几分 二十分 那隔日冲该卖的就会卖一卖 如果说在这个隔日冲的卖压下来之后 他还能够回到当天的均价以上 事实上我觉得就有在发动空气的机会 OK 好 这是声达科 接下来万泰科 对 那万泰科 它是这个卫星设备的一个线材 去年其实前三季就赚了两块九 所以严格来讲 它的本益比算是非常低 而且它同时还有一个题材 就是它高股息题材 因为如果根据万泰科 过去这几年的股息配发率来看的话 大概最差过 记得最近五年最差大概都有65%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也是底型 打出底部之后 原本的颈线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昨天突破今天有点回测 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颈线手稳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底的心态 OK 好 这是万泰科 接下来台药 对 那台药当然也是今天股价 算相对强的 那基本上你跟通讯有相关的 你都要用到同伯基板 所以整体来讲 不论是5G或者是卫星 对于同伯基板来讲 其实应该都是利多 不过今天事实上你可以发现 同伯基板三档股票 就是它的股价表现最强 所以我觉得它会成为是一个领头羊 你看这股价其实也是 我股价在这个整理之后 其实它有点向上突破的一个味道 今天这个突破真的吗 对 今天我觉得 其实应该是属于真的突破 因为事实上你大概看各期均线 大概只有年线 目前是呈现下完 但其他的都是呈现这个上扬的 所以均线翻扬 它其实就会有一些助长力道 所以我觉得突破应该 问题上不是那么大 而且今天是一个带大量 所以大家短线上面可以先看 就是这一根红杠表态红棒的 二分之一的一个位置 那只要手稳的话 应该是多方的格局 那如果说要稍微看的 低一点点的话 当然后续刀扣颈线的位置 包括均线纠结区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做观察 所以拉回大概65块钱 如果没有破的话 空手是可以追一下的吗 OK 好 这是台药 接下来金宝 对 那金宝做的是发射 发射级接收器的一个主板 当然EPS其实没有那么亮眼 但是整体因为股价其实也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股价其实是横盘震荡 你看这个均线也是纠结 对不对 所以它在等待什么 它在等待就是 我会有没有带量去做突破 所以大家就稍微关注一下 后续我如果要往上攻击的话 第一个我要出量 第二个我要过这个整体平台 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明确转强的讯号 好 这一档量很重要 有量就有攻击的力道上去了 接下来台洋 对 那台洋当然这个 就是每次讲到低轨卫星的时候 它股价就一定会表态 虽然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获利一直开不出来 但整体来讲 我觉得它的姿态算是很强的 如果说就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这个绿色这一条是月线 对不对 所以它前面大概就是 回测到月线就上去 回测到月线就上去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只要月线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这个也有点 类似底型的形态 那如果月线没有破的话 其实应该是会有机会 在发射公式 好 就是台洋 接下来看同心电 那同心电做的是社评的模组 事实上去年前三季赚15块 你看这个其实本益比 它也不高 如果正常来讲 本益比大概10倍多一点点 那最近的股价 其实是有点纠结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 要等待量能 因为这两个股 它量能比较小 所以有没有去做表态 我觉得要看量能的一个增加 如果量能增加 那包括刚刚建人大哥 他也谈到那个集团作战 他也是国际集团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到这个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种集团作战的机会 OK 最后一档 起基 对 那起基当然是非常标准的 卫星概念股 做的是配套设备的一个路由器 那整体来讲评价不高 不过这样股价的股性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温吞的 所以大概我们会以这种 所谓大量的 最近大量的低点 就是这一根红黑棒的低点 当作防守 那只要没有跌破 它的股价都有温温涨的机会 好 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了 这些下个礼拜 在华盛顿特区登场 随着全球卫星互相比拼之下 怎么反映在个股题材 操作策略 听众给您做参考了 明天台股的大戏 魁国老师说 就看扬明了 魁国老师说 扬明开盘 至少要碰涨停 能锁涨停最好了 就担心 如果涨停没锁住 甚至没涨停 明天哪些关盘重点 我想4月10号 各位即将面临到台股的技术面 跟基本面 面临变盘跟转折 要心里先有数 第二个横盘突破之后 它等距的压力满足点 是在16 169 在这之前 如果有碰到那种利空大跌 低点还是可以买 但是碰到压力区 急涨要站在卖方 操作 你开始要保持灵活宽松 因为距离4月10号 只剩下18天了 那18个交易 无论国安基金退场与否 指数大涨过后 其实我们都给予名存实亡 一定要知道 练习说 没有国安基金操作 我们要怎么操作 会比较好 那三角收敛的操作重点 就是一定要有个条件 配合低位阶 低位阶 量大热门的股票 低位阶 高配息的高值利率股票 会成为盘面的重心 同时 在多方趋势 没有改变结束之前 低买高卖 区间操作 这个策略是不变 但是提醒大家 4月10号之前 必须要把档数怎么样 减码降档的去应对跟操作 OK 好 谢谢葵郭老师 今天好多营收公布 包括了世界先进 包括了中钢 到底结果如何 外界怎么去解读 他们的营收数据 请您再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持续锁定 稍后十一点半钟的夜线新闻 今天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持续锁定 前线百分百 请您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